這一次大家在看轉播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奇怪我到底聽到這麼大聲的這些應援的聲音 自己都很懷疑到底比賽場地是巨蛋還是東京巨蛋 因為我們已經把課場變主場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上了年紀 我聽到那些應援的歌 我每聽我每次就會熱淚鷹筐 我覺得太感動了 對 而且你在東京巨蛋看到的都是很多台灣人 還有我們的這個國旗 然後尤其是這個日本人自己都在懷疑說 這裡是台灣嗎 因為這是東京巨蛋 你們聲音怎麼可以這麼大 他們的分配不超過九十分配 這樣子一喊 他說實在吵死人了 根本聽不到那個聲音 就是全部都聽到我們的應援加油聲 所以能夠把人家的主場 東京巨蛋變成好像是我們的台北大巨蛋 變成我們的主場 把課場變成主場 也大概只有台灣的球迷 和我們的應援大軍才做得到 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有朋友 知道我們中華隊要前進東京打副賽跟決賽 二花部說趕快訂機票 這個就算那個 我問他說你的進去東京大軍 門票沒搞定 他說沒關係到那邊再想辦法 台灣人就是這樣啊 我先到了那邊再說 有些人就真的在球場外面 進不去我也想辦法在外面感受那個氛圍 所以你就知道當然啦 我必須講也有人說 他可能是反指標 哎呦 就是我看什麼就輸 比如說台南有一個網紅叫George 他就是看什麼比賽他就輸 結果他後來這個當決賽的時候 他乾脆把這個 互相翔征的照片 好戴上他的這個球衣跟帽子 全部穿他的裝備 然後幫他加油 結果互相翔征是決賽的時候 對上中華隊的這個投手不就是敗戰投手嗎 對 就真的 你看 所以大家就說真的靠你的國師 當然這種是一種有人講是心理作用的一種特殊體質 就像我們剛剛在聊說 我自己就覺得我戴賽 台南George他就說他讓日本球迷很錯亂 因為為什麼他穿了互相的衣服 然後結果我們台灣隊得分的時候 他站起來歡呼比誰都大聲 所以很多日本球迷超錯亂 他們覺得奇怪 你不是在支持互相強生嗎 是其實是反指標 對這就是反指標 這就是台灣人的這個特質 然後另外就是我剛剛說就怕戴賽 大家都一樣我也是這樣 就是那種糾結後來索性不敢看 所以剛剛長大哥說他有他也有播 我後來也有看到長大哥在播那個轉播球評 那個轉播球賽 我乾脆我就聽他的聲音就好了 我不要看 我覺得看了 眼不見為景 我心裡那個會負荷不了 所以我覺得心臟要很強大 然後還要對自己有信心就是 可能覺得自己夠幸運才能夠這個 待望中華隊的氣勢跟他的這個戰局 對 長大哥 所以你看我們這些反指標 如果真的大家集合起來都不要看 搞不好真的是這樣 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 我不敢說是迷信也好 或是幸運物 是不是的確在我們台灣的 這一些職棒的隊員也好 或他們休息室裡面 是不是真的都會擺一些 什麼幸運物 確實是有這樣的 以前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大家為了要 希望比賽能夠順利獲勝 尤其是重要關鍵戰役 有時候會有菜桃 蘿蔔 有時候會有鳳梨 翁萊 這種東西 其實是常有的 但是我們今年呢 在十二強當中呢 我們的吉祥舞已經不是具象化了 其實現在有點抽象的感覺 大家一定注意到骰子嘛 對啊 郭婷筠已經在比六 我們都希望骰到六 但骰到六 其實這已經是抽象的一個感受了 而不是具象的感受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什麼是抽象的感受嗎 什麼 就是all in all in all in 對 什麼是all in 得到不克 all in我們就得到不克 對 就梭哈全部壓下去 但我覺得中華隊在今年 一開始就不被看好 大家甚至懷疑 我們能夠在B組的浴賽當中 贏幾場 可是這一群年輕人 平均不到二十五歲 我覺得這也許是 今年中華隊最大的動力來源 因為你看我看我沒什麼 你看我沒有 那我就要表現贏開 對 那前傑先生講得非常好 我們很努力很努力 才有今天去日本的機會 現在這個機會已經在我面前 我們怎麼會放過他呢 我們怎麼會輕易放過他 你剛剛講那個手勢 其實這一次在轉播東京巨蛋決賽的時候 也有我們台灣的這個球迷在那邊 直接比出 我覺得很難 好像那種 陰陽師那種結界這樣子 對 網路上後來有教學 那個手勢的這樣子 這樣子蓮花紙 或者是變成這樣子 然後那種很難你知道嗎 好像阿伯有練過一樣 然後就有日本的球迷 看到台灣的球迷 台灣的這樣子比喔 對 都會說這個 你可不可以專心一點 你可不可以看球賽 就好好看球 對 不要再比這些手勢了好不好 對 他實在不懂耶 而且他坐的位置是在那個 鏡頭最容易被帶到補手的後面 對 都被看到了你知道嗎 就一直看到他們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心理作用 但是這也要練過耶 那個手指要很巧 你在變化的時候 感覺好像在做法 對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強大的這個地方 所以 而且他們那個位置之好 聽台灣那個毛肌人家說 奇怪 你是住在那嗎 為什麼你都可以站到這麼好的位置 對 因為他的位置真的很好耶 很棒 那個位置應該不便宜耶 是 他們是抽到的 他們是抽到的 所以他們都在那邊 固定在那裡 我覺得很幸運 那這個應該也是燒了不少箱 才抽得到的吧 對啊 所以他要坐在那邊發工啊 對 我覺得他抽到之前 他可能也有發工 我要先學起來 老公不乖的是什麼 老公不乖的是什麼 小孩不乖的是什麼 大家看學 學起來那個手勢耶 對 可是我覺得迷信的不說啦 對 我覺得實力 這一次大家看到的是不顧一切 我跟我的孩子講說 這個晚上你一定要看 你前面都沒看沒有關係 你這場一定要看 他可能會改寫我們台灣的歷史 你一定要仔細的來參加 當這一份子 對 因為讓我們看到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想哭 因為 我看到那個傷兵那種 不顧一切 那才是我們很感動的地方 對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那個 就是潘傑凱嘛 你知道他那時候要出發到日本去比賽的時候 就是 那個 曾總還拿了那個道歉信給他 因為很多人寫道歉信給他 他就把他揉掉 丟到後面去說 這個根本不應該寫給我這樣 所以 你看他在球場上拼搏那個樣子 就是 他因為打出去了嘛 我剛剛講他就是滑雷 那我就是手要去碰到雷包嘛 對 那那個時候 我跟我兒子在看的時候 我兒子說有有有碰到 你知道 他如果那個是安全上雷的話 我們又近一分 對 所以這真的有差嘛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人家是這樣子在拼喔 那 到最後 就當然要請裁判來定奪嘛 結果是OUT 那OUT的那一刻呢 我們那 但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還是領先的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覺得 是不是自己代賽 你偷看了 我不小心偷看了 害你潘傑凱這樣 可惡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是這樣子在拼 像我剛剛講張毅嘛 因為他其實也被規定就是 台康我規定他不能投 不能投超過嘛 所以他本來要再繼續投的時候 就 就是那個評審就 那個 教練就有講說 要不要打電話問一下 不用 不用問了 我就是要投啦 對 投到冠軍就是我們的了 所以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展現 這個毅力 所以你看難怪 包括王建民也好啊 包括彭正銘啊 他們都覺得 彭正銘不是最後去報每個球員嗎 對 後來有一個那個誰 比較重他報不起來 換他報他 對 換他被報嘛 他說 你們在我們那時候拿不到的 你們現在做到了 王建民也是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真的對台灣的球迷來講 我已經很久不看 職棒了 就是因為那時候遷讀嘛 後來演嘛 我就放棄不看 我兒子小時候還勉強陪他去看一下 對 可是這一次看完之後啊 我跟我兒子約好 就是等到明年的球季 我們要重返球壇這樣 就不要只當一日球迷 要支持我們的職棒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我覺得最樂見看到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經常講這一隊 我們這一次中華隊 顏值是最高 大家就看清點 顏值 統一絲是最帥的 兄弟像也有好幾個對不對 所以當這些一日球迷 他可以願意走進球場來看中值的話 我想問一下昌大哥 你有沒有看好度 他的入場率大概多高 目前大概是多少 有沒有可能下一次 我們可以達到怎麼樣的水平 我用數字來說話 好不好 在2024年呢 中華職棒總進場人數 超過了276萬 哇 整個球季炸起來 這是歷年來最多 當然不可諱言的 一定是拜大巨蛋所賜 大巨蛋今年票房真的非常好 球場也舒服 但跟去年相較之下 成長了28% 很大 中華職棒這三年的進場 就是觀眾人數 每一年都在成長 從54% 那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的關係 對 疫情影響之後 高成長這是可以預期的 但去年上個球季也有22%的成長 我覺得今年 在我們12強拿下來冠軍之後 對 我覺得明年應該會有30% 我們樂觀一點 是 30%是有機會 對 而且我覺得因為 啦啦隊也很漂亮 對 法香區 所以我們也要去看啦啦隊 真的 志偉哥回家 老婆 老婆準備好了 法香區 我兒子喜歡 我兒子喜歡 帶兒子去看 對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人在網路上我們都看到說 我不要只當一日球迷 對 要追很多陳太太嘛 就要跑到台南去看球 真的有點遠 對 然後你看統一師就有外野三帥啦 對啊 外野三帥要看啊 對 以前有個笑話講 統一師在選秀的時候 是 先選顏值 再選球技 對 這個是大家的笑話 這不是 人家人開玩笑說 統一師像日本的那個偶像團體的經紀公司一樣 解禮師吧 你看他們出去比賽穿西裝戴墨鏡那樣子 對 那根本是偶像團體嘛 我們樂天桃園有一個陳成威也很帥 對 陳成威也很帥 而且非常的高 對 非常的高 而且我覺得尤其是未婚的有沒有 哇 那大家都引頸期盼 當然啦 未婚的那些市場更好 家政婦也是 林家政也是 衝著未婚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也有粗獷的家政嘛 對不對 我們也有細膩長相帥氣 像四爺 但是死會了 但是死會了 對 還有誰 他是富邦漢將 他是富邦漢將 所以我就說他比較新 比較新一點 有中職最帥的捕手之稱 真的 那這樣家政婦被生氣 沒有啦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啦 我們剛剛那個敬平講 那個統一那個外野三帥 對 那那個陳潔憲已經死會了 舒子傑林安可 舒子傑也死會了 也死會了 林安可 林安可 對 我覺得身為我們台灣的球迷 非常幸福 因為這個冠軍賽的夜晚 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開心 非常愉快 非常幸福 記得這一刻 然後把這些動力轉化回來 我們來支持中止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幫長大哥的預言 來達成一項 希望 或三成 或四成 進場看球 讓我們整個台灣 我覺得國球 以前我們是在講棒球 是我們的國球 對不對 我們再把那個熱度 慢慢再提高 忘記那些什麼氣 我們都很像 我們那個新台幣 吧